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来讲关于这个做个警醒的仆人 今天是第二讲 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 有关于耶稣讲的那个比喻 就是那个二谱还有那个中谱的差别在哪里 当时我提醒大家说 我们还是要记得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主一定迟到 哪天他来了 看到我们在荒诞燕乐 那就惨了 那耶稣基督他一共讲了四个比喻 这是第一个比喻 告诉我们说作为一个警醒的仆人 应该要有的态度 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主一定迟到 然后我们就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们应该及时的起来 现在就是了做一个警醒的仆人 那我们今天要看第二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喻 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 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再次来思考 再次来思想 一个警醒的仆人 一个警醒的使女应该要有的 第二个态度是什么 我们先来读一读今天这个经文 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5章 第一节一直到第13节 我们一起来 请大家听我念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人有五个是愚拙的 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辞言的时候 他们都打盹 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作息 门就关了 其余的同女随后也来了 说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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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 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我们就看到 在这个比喻里头 有十个童女 他们在等候新郎的来到 这跟上次不一样 上次说 那个不仁以为 主必辞言 但是谁知道 主就来了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来了 那这个比喻又讲什么呢 这个比喻说 啊 新郎迟到了 那在这新郎迟到的时候 十个童女在等 五个有准备油 另外五个 就没有准备油 就只有灯 可是没想到 这个新郎他迟眼了 他迟到了 他不是所预设的 那个时间到 所以呢 那五个鱼卓的童女 他们就没有准备好 够的油 到新郎来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紧张了 他们紧张什么呢 他就 他就觉得说 哇 我没有油了 我的灯要灭了 那怎么办 他就赶快跟那五个聪明的借 可是那五个聪明的说 我们的恐怕不够你们用 你们去买吧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才去买 已经太迟了 新郎来了 然后新郎跟那五个聪明的进去 一同作息 可是这五个鱼卓的 就被关在门外了 这个比喻提醒我们什么呢 我们作为神的仆人 作为神的使女 我们说我们要警醒 我们上次讲的就是 我们不要以为主一定迟到 这是心态的问题 因为主迟到也好 找到也好 他一定会到的 我的心态不正确 那也是没有意思 那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 我们看到这个童女 这五个鱼卓的童女 她们没有准备好 她们没有想到 她们的油不够 这是什么问题 这也是一种心态的问题 这个心态问题出在哪里 那个问题就是过分的自信 各位 很多时候我们服事 我们都会过分的自信 我们过分的自以为是 我觉得我不错啊 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啊 我觉得我能力上 智慧上都没问题 所以我们 不会觉得我们需要多做准备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就够了 我们时常会觉得说 等出状况的时候 我才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是很好的 如果我们准备好了 还是出状况 随机应变是好的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 我们从一开始 从服事的一开始 我们就说 我们就跟我们自己说 不要紧啊 不用预备的 就这样好了 到时候出状况 再看怎么办 到时候出状况 我们才随机应变 这种过分自信 过分相信自己的小聪明 过分依赖自己的小聪明 却没有看到 其实自己在心态上 就是一个错误 心态上就是没有准备好 各位 我们服事要小心 我们不要过分自信 我们时常觉得 我很好 我够了 我跟旁边那个比 不错啊 我觉得我比他好啊 可是如果旁边那个 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按他的能力 按所量给他的 他准备好了 可是我呢 我们不要去看别人 我不要看我 我比谁强 我比谁聪明 我比谁能干 我看我自己 我看我自己的时候 我说我服事 很多时候 我是靠自己 还是靠神 我是不是太自信了 好像仿佛 上帝用我是因为 我很厉害 我很好 但是其实不是 上帝用我 上帝拣选我们 是恩典 我们有这一份恩典 我们要珍惜这一份恩典 我们上次有提到 我们服事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说 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事 我们在家里头 我们跟家人的关系 我们跟他们的相处 也是一种服事 我们在我们的工作 或者我们的学业 都是我们服事的合场 我们服事的时候 我们很难 每一个时间都不顾此事彼的 有时候我们就是太自信 我到时候一定可以的 我到时候一定可以 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 我不要早早预备 结果没想到 到了那个时候 什么东西都撞在一起了 我这个去也不是 那个去也不是 我要去哪里 我人就只有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没有安排好 一开始没有规划好 或是我们 看到教会有很重要的服事 我们会觉得说 教会的服事 就让别人来做吧 我呢 最重要还是把我的工作做好 仿佛神家里的事 跟我没关系一样 要不然就是 我们一头 在在教会的服事里头 我们的工作呢 我们都没有 真正的跟我们的同伴 我们的同事 并肩作战 他们在作战 我就说 我教会有事 我先走了 他们在加班 我永远都不用加班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手上的事情 真的很多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有能力 可以去处理 所有的突发状况 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我们没有办法 每一个时间都不顾此 失彼 因此规划很重要 因此准备很重要 教会有什么服事 在哪一个日期 安排了我做什么 我放在我的心里头 我做好准备 那其他的东西 我妥善的安排 以至于不会 所有东西都碰撞在一起 碰撞在一起 不然我们工作的时候 我们也要想清楚 这个工作很重要 我应该知道 我在我的工作的这个地方 我的见证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要学习跟我的同伴 并肩作战 因此 什么东西 是我应该在这里 什么东西 我应该在那一边 我们都要妥善的安排好 家里的事 神家里的事 很重要 我自己家里的事 很重要 我工作上的事 也很重要 我们都妥善的安排好 我们千万不要 过分的自信 我们要相信一点 我们都是人 即便我很聪明 我没有三头六笔 即便我很厉害 我不可能分身 我不可能所有每一件事情 我都顾得好好的 所以其实妥善的安排 妥善的准备 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 我在做我的工作也好 我服饰也好 我的装备也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应该过分的诠释 油是什么东西 但是这里讲明的 就是做好准备 我把我的工作规划 做好准备 我把我自己也做好准备 我做好准备 我做装备 无论是在教会服饰的恩赐上 我不断的训练 锻炼我自己 或者在工作上 我在我的能力上 我的工作能力 我也不断的预备好我自己 我的精神 我的体力 我的整个健康状态 都是我要去负责任的 我知道我们没有办法 每一个状况 我们自己本身许多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 做到完全的地步 但是重点是 我们有没有去做这个准备 如果做好了准备 还有可能是出状况的 那只能够告诉我们说 我们真的是人 我们很有限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的心态对了 我们的态度对了 我们都有准备好了 神是看得见的 但愿我们今天去工作也好 去服侍也好 我们也是一样 做好准备 谢谢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我们实在感恩 我们今天能够服侍你 是极大的恩典 在这永恒的长廊当中 我们可以留下 一点点的记号 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神可以在你伟大的服侍当中 我们可以参与 神是恩典 神我们也知道 你要我们做你美好的见证 我们要在工作上 做你美好的见证 我们要在教会里头 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彼此服侍 我们在我们的家里头也一样 我们要服侍我们的家人 神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 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时时警醒 预备好 预备好我们自己 安排好我们所有的事情 以至于我们在每一项事情上 我们都能够忠心 神们谢谢你 求你引领我们 帮助我们 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